勇者们国关斩将终于来到怪物城 合力打败了第三位被附身的影王 随后手镯爆发巨大的力量 直接冲向了天空 黑暗的能量覆盖让原本就黑暗的天空变得更黑 甚至能听到一个声音 黑暗中出现了一个身影 原来它就是真正的影王 随着影王的能量爆发 四季城一切都将重新洗牌 小羊们失去了曾经的记忆 成为了四季城的居民 喜羊羊变成了猴子夫妇的儿子 美羊羊变成了公主 懒羊羊还是王子 最先恢复记忆的是灰太郎 最开始她的身份是春花城的渔夫 晕倒在河里的灰太郎顺着河流回到了青青草原 焦太郎的出现让她感到陌生 不过焦太郎却很熟悉这套路 知道灰太郎又失忆了 灰太郎和小羊们一直没有回去 红太郎和曼羊羊有点担心 准备前往四季城寻找他们 刚好就看到了灰太郎 眼前的声音让红太郎和小灰灰很激动 兴奋地冲过去想要拥抱她 可灰太郎后退半步的动作却让他们难过 很快他们便发现灰太郎又失忆了 曼羊羊拿出了照片 想要唤醒灰太郎的记忆 很明显这个办法没有效果 曼羊羊打算用更加暴力的办法 帮助灰太郎挥护记忆 看到曼羊羊一身装备时 灰太郎很害怕 立马开始了她的演技 想逃过这皮肉之骨 红太郎当然知道她在演戏 只是没有戳穿她而已 推到了狼宝 红太郎担心她肚子饿 特意为她准备了一份蛋炒饭 灰太郎难以下咽 于是找了个借口只走红太郎 自己准备偷偷开流 却被小灰灰缠住玩游戏 灰太郎依然不死心 再次找到机会溜走 却被红太郎发现 红太郎想用轻轻将她留下 却依然没有让灰太郎停下脚步 灰太郎划船想顺着河流离开 没想到遭遇食人鱼的影响 船差点被咬穿了 红太郎拎着平底锅冲了出去 将这些食人鱼排飞 一条食人鱼跳出想要攻击灰太郎 红太郎一平底锅下来 灰太郎也想起了过去的一些画面 与伙伴们再次继承的经历 灰太郎终于恢复记忆 很快他再次逐发四季城 寻找失散的伙伴们 只是一切被重新洗牌后的世界变得不一样 勇者们能重新找到自己打败引王吗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桃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